此人目前的确是有一点问题 但是我也并非直接让他进入祖地 而此人自己提议击败旭东升之后才有资格进入祖地 若真是如此 给他这么个机会又如何 而且祖地之中有老祖坐镇 这普天之下又有谁能逃过老祖的目光 在我姬家 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接受过祖地的洗礼都会彻底效忠我姬家 绝无第二可能 难道大哥连这都忘了 大长老 姬道远转身 拱手向着大长老 因此道远提议 若此死真能击败旭东升 便给他进入祖地洗礼的机会 还请大长老成全 不行 姬道连 顿时立合下来 任何能进入姬家祖地进行洗礼的强者一旦出来 必然会成为家族核心 这是个惯例 姬道连绝不能让姬道远一方多添一个战力 难道大哥是怕此次真的击败族 让大哥颜面无关吗 姬道连绝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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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绝了 姬道连绝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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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 顶了 大长老英明 鸡道员笑了起来 商议之后 大长老等人纷纷离去 二弟 你别得意 就凭那小子 也能击败徐东升 痴心妄想 鸡道员冷哼一声 甩手离去 一脸的怒意 而此刻的行尘 自然不知道发生的那些事情 而是在自己的房间中 开始了闭关 因为他发现 自己吸收大道果实之后 体内的规则 陷入到了一种 玄之又玄的境界 仿佛与天地要融为一体 一举突破九天五地境界 可是又偏偏地 卡在了这最后一侧 怎么都无法跨过一半 这是怎么回事 秦晨震惊 身体在不断地 吸收大道果实力量之后 像是要规则化了 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天地万物的触觉 都十分的敏感 像是要鱼化飞仙 秦晨前世 虽然不曾突破过九天五地 但是认识的九天五地 可太多了 由他提升突破的九天五地 也不在少数 对这个境界 很是了解 但是 还从不曾听说过 这样的情况存在 整个身体规则化 前所未有 闻所未闻 最终 秦晨无奈 布下了禁止 暗中找了个机会 进入到乾坤造化玉碟之中 秦晨现在人在鸡家 他来历不明 必然会被鸡家暗中监视的 按照道理来说 秦晨是不应该偷偷进入乾坤造化玉碟的 以免被发现异常 可秦晨实在是忍不住了 只能寻求老袁的帮助 哦 你的身体 被秦晨叫醒之后 老袁瞪大了眼珠子 盯着秦晨许久 半天才松了一口气 脸上说不出来的表情 老袁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晨都快急坏了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都在掌控着各种规则之间的转化 十分的怪异 仿佛要被天道同化了一般 你这种情况 我也说不准了 但是我怀疑 很可能是道体 最终老袁开口 道体 难道是天生道体 秦晨疑惑 而后震见 他只听说过天生道体这种体质 这种体质 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天武大陆 历史上还从未有人拥有过呢 至少秦晨在典籍中不曾见过 传闻 拥有这种体质之人 天生与天道相容 感悟天道规则就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轻易的就能跨入到九天五地境界 是天地的宠儿 可以说天生道体几乎是天体下最可怕的体质 比起姬如月的天生剑体 幽谦雪的冰雪神体 风雨雷的天生雷体 都要可怕得多 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 正所谓剑体神体雷体代表的是奥义 拥有这种体质之人 能够轻易地掌握别人所无法掌控的奥义 而道体呢 代表的是规则 两者差别太大 所以秦晨死死地盯着老袁 觉得不可置信 老袁是不是搞错了呀 没错 用你们天武大陆的话来说 就是天生道体 老袁点头 这怎么可能 秦晨亚人 空间肢体 空间圣体 这种东西 还能靠后天修炼 进行领悟和掌握 或者是觉醒 因为它代表着是某些奥义 可道体这种东西呢 乃是天道规则 乃是与生俱来 独一无二的 怎么可能后天修炼成功呢 这我也不知道了 或许是和你之前融合了 我的血魂精魄有关 我乃是一魔大陆开天辟地之时诞生的 血魂精魄中拥有一魔大陆的无尽规则 可以说这血魂精魄本身代表着就是天生道体 不过是一魔大陆的天生道体 而随后啊 你又融合了你先前所说的融稻草 蕴含着天武大陆无尽规则的神耀 两者结合起来 产生了异变 才导致你现在这种情况的 老元若有所思 好 就算我真是天生道体 可传闻中的天生道体 不是轻易就能跨入九天五地吗 我怎么死活都不能突破啊 秦辰又郁闷了 老元摇头 而后苦笑道 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至于你身上具体什么情况 我暂时也没弄明白呢 老元自己也很郁闷 他作为一魔大陆开天辟地 混沌时产生的元首 什么东西不知道 什么情况没见过呀 可秦辰这种古怪的情况 他还是第一次见 掌握两个世界的规则 现在身体又仿佛化作了 道体一般的存在 这让他一头雾水 总之呢 应该是好事 而且我有一种感觉 你若是能突破九天五地 将会有某种前所未有的蜕变 但具体是什么蜕变 我还不好说呢 最后 老元肯定 算了 我就当你在安慰我了 秦辰苦笑 不过 老元所说的话 也令他扶持心灵 突然 有了某种触动 他隐约的感觉 自己若是能突破九天五地 真的有可能发生某种蜕变 这种蜕变 对他而言 将是一个巨大的改变 这是一种直觉 十分的强烈 既然老元在这里 也问不出来个原因 秦辰也就没有继续待下去 很快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不过 肯定了这是一种好事之后 秦辰接下来继续吸收大稻果实的力量 一枚又一枚 秦辰原本一共搜集了六十多枚大稻果实 正常人吸收一两颗就已经足够了 再多的两三枚也就顶了天了 可秦辰却足足吸收了近三十枚 才感觉没有了效果 而他的身体 仿佛彻底与规则融为了一体 规则就是自己 自己就是规则 十分的神奇 若我跨入九天五地境界的话 对规则掌控将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吧 秦辰忽然有了一种感觉 可是现在他始终无法突破九天五地 对规则的领悟也只能卡在一个瓶颈之上 既然如此 秦辰也就没有继续去领悟规则 而是从规则入手去反推奥义 这让他如痴如醉 正常人先掌握奥义成为武皇 而后又通过奥义 掌握规则成为五地 成为五地后 很少人会回去推演奥义 因为相比规则 奥义的威力太弱了 五地之间的战斗都由规则催动 根本不会有人关注奥义了 而秦辰这么做呢 一开始他也没感觉 可是到了后来 却隐隐好像触摸到了什么 有了更深的理想和感悟 眨眼的功夫 快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那徐东生怎么还不回来 秦辰都闲得有些蛋疼了 又是几天过后 有消息传回来 徐东生代替机甲 在和墨家的一片战斗中 大获全胜 凯旋而归 徐东生终于要回来了吗 秦辰淡淡一笑 他早就想和这个家伙打赏一场了 居然敢打如月的主意 看他怎么收拾他 同时 机甲也发出了通告 三天之后进行决注 机甲将选出几名代表 这一次陪同徐东生 一同前往祖地 接受协力 这对机甲而言 是件大事 顿时引发了轰动 报名之人如过疆之几 不过 并非任何人都有报名资格的 想要进入祖地 接受洗礼 外来投靠机甲的强者 起码也要跨入到 九天五地的境界 这是一个底线 因为只有九天五地强者 才会被机甲重视 接受洗礼 担任高策 而且 必须还要年轻的强者 若是一些老太龙中之人 即便也是九天五地 也不可能去接受洗礼 因为这些人 已经耗尽了潜力 去洗礼 等于是白白浪费名额 光是这一条 就已经把秦晨给排除了 秦晨想要进入祖地 依旧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击败徐东生 但是 外来投靠者 有九天五地的要求 机甲内部 就宽松了许多 对于内部成员 可允许放宽到半部五地 机如日 自然也参加了其中 进行争夺之后 成功地进入了名单 不错 对此 机道员也很是欣慰 机如日 能在半部五地境界 就获得洗礼的资格 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须知 即便是机甲内部 也并非所有九天五地长老 都会接受祖地洗礼 秦晨本以为 旭东生回来之后 得知消息 会第一时间吵来 可是他等啊等啊 距离旭东生回来 都快三天了 这小子居然还没过来 而两天之后 就是进入祖地洗礼的日子了 秦晨 顿时忍不住 这家伙 好大的脾气 难道非得自己打上门去吗 秦晨等不下去了 直接出了房门 直奔驻地而去 当秦晨再一次来到驻地的时候 顿时引来了轰动 这个恶魔又来 不少人看到了秦晨 脸都发绿 显然是忘不了 一个多月前的事情 顿时 一鸣鸣强车走了出来 许多人得到消息 也纷纷出现 一个个的都是站在了驻地外 用冷冽的目光盯着秦晨 他们自然也知道秦晨的目的 可是却没人敢动手 一个多月前的那场战斗 还历历在目呢 一百多人联手都被秦晨给击败了 现在谁还敢出头啊 臭小子 你来干什么呀 朱安之地一个跳了出来 被秦晨羞辱之后 他一个多月都没敢出门 一直在疗伤苦袖 头发都白了 如今看到秦晨 眼睛顿时发绿 他要报仇 可是当想要战斗时 他两腿又发软 迟疑着不敢出动 你头发白了不少啊 看样子 俺提醒你之后 你回去了吧 绿帽子摘了啊 俺早跟你说了 别跟那徐东生走太近 那人不是好东西啊 秦晨微笑道 朱安之快气炸了 快要疯了 我要杀了你 他愤怒出手 嗖地下 身形跃出 向着秦晨傻了过去 滚滚滚 秦晨冷笑 一股可怕的威势震荡 他拍出了手掌 化成了一座高山一般 向着朱安之轰了过去 砰的一声 朱安之顿时如同一个炮弹一般 瞬间被拍飞了出去 鲜血狂喷 伤痕累累 秦晨懒得和他纠缠 一出手便废了对方的战斗力 哗啦的一下 周围的人吓得奇奇倒退 脸色发白 原本还跃跃欲试呢 现在彻底没了勇气 这小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凶残 怎么 之前被我揍得不够惨是吧 还想更惨一些啊 老子没空和你下扯弹啊 那徐东生呢 让他滚过来见啊 秦晨覆手而立 傲然说道 目光彼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